在裡面,這是沙子跑出來 這是種子在裡面 它不可能就是被關鍵了 把它弄在裡面 所以有不一定要放裡面嗎? 不用 不可以,它會融移 然後那個大姨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我們今天這些好多好多漂亮的圖畫 他們都是其實身體生病的人化的 但他們就是他們的小腦生病了 當他們小腦生病之後 他會漸漸的漸漸的萎縮 然後除了這邊就是說 手不聽小腦的話 腳不聽小腦的話 身體可能會搖搖搖擺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企鵝 因為它走路可能就是會像企鵝這樣走路 因為它的小腦生病了 那我們就要在這邊幫它種一個種子 讓它發芽 那今天我們這個妹妹的種子 我每年要到一間小時候 真的喔 小時候我們是要好好照顧它 然後讓它慢慢的去長大 對不對?那你們現在都把它放上去喔 好,那我們再多給你們一個不一樣的種子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地方 我們要去靠那個 那個啊,我們要去靠那個 我們要做一個... 我們要去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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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靠那個